皇儿,来,来了吗? 皇上,王爷在赶来的路上了,很快就到。 没敢说,王爷一开始根本没打算来。 啊,中秋啊,团圆的日子,这可能是朕跟皇儿一起过的最后一个中秋了。 皇上负责齐天,定能千秋万岁。 洪元帝笑而不语,也没叫老太监起身,只是看着门口的方向,直到事业出现一道瘦削淡薄的身影。 一声锦袍,风姿俊朗,气质温润清冷,洪元帝看着越走越近的少年,眼底恍惚, 不自禁地想起他刚回宫时的那一次见面。 彼时,他已得知魏清在杏花村,被迫自财谢罪。 他询问的时候,少年没有做任何解释,只说了一句, 我对他心软,谁又对我心软? 是啊,没人会对他心软,所以婉容才死得那么委屈,那么惨烈。 恍神间,少年已经走入殿内。 奴才见过王爷。 你来了,我来只是想知道一个答案,你的宠爱让我娘万劫不复,让我屡屡陷入绝地。 父皇,有时候我甚至怀疑,你并非爱我,而是用你的爱,把我推上风口狼尖,吸引鸣刀暗箭,去保护你真正想保护的人。 我猜得对吗? 陈维军,处在这个位置,做的每一个决定都会出现极端的两面性。 朕宠爱你,你既是天之骄子,但背后会有无数人想置你于死地。 朕不宠爱你,你便是地底烂泥,就连宫中最低等的丫鬟都能明着欺负你,陷叹你。 所以朕宁愿你带着光环站在最高处,面对冷道,至少你还有优势,能抗衡一二,而不是我为鱼肉,甚人在割。 生在帝王家,你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,没得选择,要么踩着他人的尸骨往上爬,要么被他人踩着你的尸骨往上爬。 朕,护不了你一辈子,想要在这个地方活下去,你唯有自己成长,靠自己的本事。 若你能爬上最高的那个位置,这天下还有什么你做不得呀? 所以我小时候被那些人囚禁了整整两年,你明知道却无动于衷。 帝王没有说话,依旧扶贵在地上的老太监,嘴唇动了动,欲言又止。 我那时候还是个孩子。 可你是帝王家的孩子。 这声低语让整个大殿陷入沉寂。 晚风荡起殿内垂挂的连蔓,轻轻冷冷,红元帝缓缓地从龙床上坐起。 晚风荡起来。